Ena 我想問SARK買入價70元 是不是要減 SARK 即是在講這個做淡ARK企股 對 做淡ARK那隻要不要減 說真的 這一隻是屬於專門作對 或者以做淡另一隻ETF為目標 我自己就一向覺得不是很值得長線持有的 這個情況也有一隻有不少人問的 就是專門是這個 都不是專門做淡 它是這個QQQ的逆向ETF 就是納指的逆向ETF 叫SQQQ 都經常問是不是應該長期持有 那我就首先那個觀點 我就覺得一些以做淡 或者沽空為主要策略的ETF 就很難長期持有的 因為本身你沽空各樣的轉倉成本 都是不建議你長期持有的 所以如果它說要不要減 那我都會說OK的 其實你可以就著現在這些水平 就減一些 都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那可能大概就是68至70元 但是你也知道這個沽空策略的ETF 是比較難計價的 就是你和其他那些 就是正的那些來計 你就可以大概從不同的 就是它持股的股價去猜到 但是這個就比較難一些 所以只能夠從其實分析的角度就是 那大概你當68至70元就走囉 所以我都可以的